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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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很开心今天又去到我们找同学上来聊聊天 今天找到这个同学就是Vinus Hello Vinus我们疫情严重的戴着口罩 但Vinus有点特别的事 就是因为他今次是一个retake的身份 去讲一下他今年的成绩 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不只是想问一些 拿不识证的学生什么读书方法 但是有些retake的同学很努力 但是升到grade 尤其是他升三个grade 一年之间 所以这件事都会帮到同学去考虑 究竟我什么时候要retake 不retake 不如我们先讲一下你的成绩 19年的时候你是拿3 Level3 2020年他就是拿到五星的成绩 升到三级 这件事我觉得挺特别的 当时19年你拿到3 其他4是否介意说什么成绩 4 全部都是4 刚才我听他说好像有数学 一定要 英文都是4 然后Camp 那些全部都是4 那当时你为什么会有个想法 就是我要retake 我不想读 因为我相信这个成绩 未必是真的读到很好的大学 但是有些大学 我相信 例如领南大学 可能都会选到 阿蘇都会选到 你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你会会提 因为我觉得某些科 有些失手 所以想试多一次 中文科 你觉得算不算是其中一个失手的 都算 都算 你觉得 我听他说 他有很多科 他未必觉得很理想 或者自己 他失手的意思 就是自己可以再进行做得好些 我想 你自己在中文科 当时的细分是怎样 三四四五 三四四二 三四四二 所以拉出来是level 3 中文不太坏 那为什么放一绑 你的考虑的时候 竟然是 明明可以进行 用YOU 但你觉得 我会再进行做 试多一次 是啊 有什么原因 你当时的考虑 觉得自己可以再 再好些 或者 可能可以考到好些 再给心思考得好些 是的 好 接着你就去报了我的课程 知道 你报了我中六的课程 你只是报了中六的课程 是不是 I mean 只是regular course 是吧 那你是不是上了 是 因为我知道后期的时候 疫情期间 你都应该是 不能去分校上课 他一直上视频 一路上我聊天 知道了 但你一直在家 都是自己看一些视频 自集 那这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交过文 有 有的 交了多不多 我觉得算多 你交了多少课程 应该八篇 八篇字 即十篇 约数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重要的 这个牵涉到少少 和一些师弟师妹分享 可能就是一些 你觉得改文 交文 当然给一些留言 帮你改进步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 就是一个人肯交 先 我时觉得 我们不停卖自己 改得挺好 你的同学肯交文 这个很关键 你那时的温习作息时间 是不是都挺多 你放时间温书 是不是真的作文 你会不会 一个星期内 每日都有些温中文的时间 然后分配时间是怎样 可以说一下 应该是 因为那时候要读 几科 就想重读几科 这一点我可以帮他讲一下 不好意思 我喜欢聊天 打团人的 他的re-take 他也不是只是re-take中文的一科 有些人会觉得 你re-take中文一科 我整年把时间下去 那当然可以 你re-take四科 但是当然中文的进步 是最值得你惊喜的 那你说说 你怎样分配时间 我应该是 一日温两科 嗯 对 然后隔 burned 有些人經常跟我說溫六科 精神失常 溫溫一下 每天15元都可以溫別的東西 溫六科 溫兩科 接著呢 然後每天這樣隔著隔著 中文科 你當時有些是作文 有些是綜合 真是會有實戰寫出來 還是你主力是溫筆記的技巧 我應該是溫筆記多些 因為我是將全部那些很厚的一本本的筆記寫了一本本 非常好 就是自己的筆記 明白 因為那些人經常都說 我經常都跟學生說 其實筆記是因應不同人的能力 自己去挑選 為甚麼呢 我們提供了東西給你 你自己去選擇 好像他這樣 他就覺得我自己擅長 因為不同人有不同擅長的卷 剛才我跟他聊天 他搭了微笑以對 他覺得我這件事擅長 我會將同類型 我相信你會特別去溫 我上天教大家 想想別人那一堂 即是說甚麼廚房 暗黑廚房的比喻 處境 他會將這些東西抄出來 這件事我覺得是重要 你是不是覺得一本本本去抄副劇 抄句式 你是不是有做足這些東西 有 是 我對他 你會派很多別人的街作 是呀 珍積集集 你今年就會成為珍積集集的其中一個 我看完文後 把句子都抄掉 覺得有用 怎麼寫上去 明白 不如我們又講一下他今年的星幅 你今年是五星 是不是 其實作文去到五了 是不是 五星就是綜合卷 閱讀到五 加起來就拉出來五星 成績都令人振奮 不如又講一下 你覺得這麼久以來有甚麼你覺得幫到你 I mean 我的課程 或者不同的卷別 有甚麼技術 甚麼思維幫到你 你是最印象深刻 令到你可以升到三個grade 因為說真的 七個月的時間升三個grade 我當然不敢把功勞放在自己身上 因為學生要自己拜了很多努力 筆記是有的 但你溫不溫 但由一個星期Lv3的人 如何去到五星 你覺得中間不同的卷怎麼幫到你 我記得月讀卷其實也挺有用 就是你教那些原因題 我記得有一個是 A.A.B.B. 是的 那個技巧 還有你也跟我們說了怎樣去做那個次序 嗯 我覺得真的很有用 在真的考試的時候 還有我自己也有做完那些 魔卷 不是 那個文言那個 特訓 特訓 即有一本是有很多文言文 長文答 是的 今年才有的 只有你這一年才有 以前的人是沒有的 以後會有的 但因為今年我們剛才講起 平時上個課堂你隔著一個屏幕 你平時隔著一個屏幕 你會不會覺得我很兇的 不會這樣 隔著一個屏幕去看 因為它都是視頻 今年我們很激動 就是我們終於做了一本東西出來 就是長文答 就是第一冊和下一冊 就是那個決有不可堪舉行無雙 這個年級 你都做了嗎 你都很勤力 不算做完 但是每課都看了一些 OK 那對你掌握訪問有幫助 還有呢 還有一本那本文言系統學 每期的 每期都有的 那我文言文 所以其實你覺得是文言文 你會有進步 透過練習 同一時間有些 課堂的題型的技巧 你還記得我教那些什麼 寫作手法題 原因題 我有抄襲 你有抄襲出來 不是抄襲了半部 是的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溫習方法 因為我們其實在教大家的時候 會將不同的題型 不同的可能 都列出出來 那麼 課堂跟題型去教我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也有多答題思維 這個也好 那其他一拳 綜合 綜合那個 SID RIP OK 每個人都講這個技巧 對 是 那整合砲和見解量症 你喜歡不喜歡飆飽 或者是 見解量症 其他都可以講一下 飆飽那個都很有用 嗯 其實因為我之前綜合 是 開頭那裡 我經常用了很多時間做的 就是第一段 對 浪費了很多時間 整合砲後就浪費了很多時間 就是我經常不知怎樣可以 那個 有何分配 是那個語調可以做得好一點 所以我經常都教了很久了 所以就教到後面不足夠時間做 嗯 所以用了技巧就不用想了 就是可以不用 套出來 對 就是用不出來 那即是你有聽過什麼改變長遠 你有聽過俄羅斯方法 所以考試的時候 當你寫二選一和整個坑下去的時候 你都會滑滑很多 那麼 問題上是否都容易掌握 因為今年題目的時候 無論是問題 還是其他東西都容易被你跟得到 就是教過不同的標題方法 教過不同的文體寫法 是否都幫到你 就是我感受很深刻 就是很多人都會講 SID和RIP 因為那個真是挺黃牌的 開後第一段和最後一段的東西 這樣 那作文卷呢 又講一下 作文卷就是我 就是我抄完那些句子之後 有很多詞語 然後就用下去作文那裏 然後交文 然後交文就拿回很多意見 然後回來之後就 就是試一下不斷改 然後再交 明白 那有沒有什麼技巧作文卷 你覺得都是印象深刻的 我其實是把所有技巧都抄了 都抄了 所以我覺得對學生來說 他會因應調節不同的量去做 這一部分其實我有點私心 當然是想他去講一下 有什麼幫到他 但是第二件事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讓他知道一種 怎樣消化這些思維技巧的方法 給大家做參考 我覺得這件事比較重要 不是只有一節在不斷推銷我們 我想這件事不需要這樣證明 因為很多五星星學生 其他人都會講很多 但是我覺得他的價值就是一個 可能本身比較飄忽 或者是能力未必那麼高的同學 在七個月八個月時間裏面 他真的剛才跟我聊天 他說他平均每日用了八個小時去運輸 但是你記住八個小時運輸 他當然是 你當時沒有日校 不用上課 亦都沒有用part time 但是他都要考四課 就是他都有他的時間要付出 然後星期六日的時候 我相信你那段時間 都不會是天天都出去玩 不是 他只是放很多時間在讀書上面 然後怎樣把中文消化 就是mufo cap book 把不同的捲變不同的skills 比如說我問他作文 他可能會抄了 可能我教十幾個月他會抄了 他用到哪些就去用 考試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的選擇 他選擇微笑二對 可能他對處境學 他對暗黑廚房系列 他會有些心拍印象 你好像不用議論文 對 對 你要選擇去篩選 Q1他可能聽過 教他們自身矛盾 雙雙 對 他到時真的不是寫Q1的形式 不是記住文 不是我是用Q1寫Q1 這條特別 這個份卷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之後一個同學 又怎樣由Level3去到五星 他看看他的作文卷又怎樣做 因為如果你用Q1的形式 就會有自身矛盾 雙重標準 雙雙不同的寫人 寫片段的技巧 可能會令同學怎樣用得到 平時你聽到的技巧都會用作文 這件事我覺得都重要 不如說一下對同學有用有興趣的東西 他選擇retake的考慮 就是覺得自己不夠努力 比自己會自己 今年他中文獲得五星 而Drupas未放 我都給了一個最大的運氣 希望他真的可以考得好的成績 那條片出街的日 可能已經放了磅 也希望他考得好的成績 知道他會填Coin或UST 但最關鍵的 我都想讓同學知道 如果你retake你一天 你是不是花大約七八個小時 我剛才說 你會選擇什麼地點 你同學都會說 自首收溫書好 家裡溫書好 你自己個人是怎樣 我是選擇家裡溫書 家裡溫書 因為我有時溫習的過程 都要讀那些 你會讀出來的 才能記到 明白 你平時在家裡唱歌 大聲浪縱的 說笑而已 泛民有些 你家裡都覺得 要有東西去讀出來 是的 家人也沒有什麼去 沒有 明白 自己在世界上自己讀書 這個我覺得 很多同學都問這個問題 是retake那些 自首收溫書好 因為他面對一個問題 他心理壓力一定比你們 因為你們有戰友 他沒有 他的戰友就是 可能跟他同一年考個表妹 之前聊過 他不會有同學跟他一起考 但在這段時間裡 他怎樣承受這些 所謂的壓力 自己去處理 我覺得這件事是高難度 而他克服到是很成功的 那 怎樣 還有什麼你覺得 YY給過你 深刻的東西 句子 諸如此類 什麼都可以 課堂的一個小節 都可以 印象是否你叫我們 可以打給你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打到我頭尾 沒有 你不敢打 因為那個人太緊張 是啊 我覺得 Venus 我見他的時候 因為他一直上足我課 整年他都是video 後期就網上 他連我的樣子都沒見過 現在疫情嚴重 我現在戴著口罩 他都沒見到我的樣子 見到原來 哇 這麼多皺紋 他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他幾特別 就是他緊張 但他又幾清晰地表達到自己 所以我幾喜歡他 欣賞他那種開實態度 剛才他和我分享了很多 他讀書的心得 我覺得這件事 對你每一個 未來會考議一年 或者只是retake的人 你都會考慮一下 用這種心態去作戰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有沒有曾經在疫情期間 覺得想放棄 就是有社會運動 接著疫情 整年好像很坎坷 又覺得整個社會的氣氛 也都大不如前 有沒有一些心態 或者有沒有一些事情 是曾經有這個念頭 可以分享給你的同學 應該沒有 其實我沒有 因為始終retake 都是由自己選擇的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 我先放棄 這句很金句 我覺得各位 考慮retake 或者中五、中四 什麼人都很適合 跳到自己選擇 大家都聽過這句 不要哭 你選擇的 你要全心處理好他 我有一個欣賞他 他自己都不期望 有這麼大的勝負 當然 我想他剛才說很多客套說話 在我們開始Rollgate之前 怎樣覺得我有趣 不是那麼嚴肅 可以幫到他 但是我覺得關鍵 你未必要期望這麼好的結果 但在中間過程中 你要盡力而為 所以他真的把我們筆記1 抄技巧 交文 其實八篇、九篇都好 都是多的 你想想 正常學生 是不是真的會 奇奇交出文 尤其後期他分校難度高了很多 你都是元朗分校 我有去幾間分校 為什麼 因為我有報 我是看自己哪裏方便 團門有試過 明白 都是各區 因為他本身住元朗 剛才我說這一點 都是心態上的事情 對同學來說重要 所以你一直都沒有想過放棄 你一直堅持 過程中沒有朋友 除了表妹 同屆的人 以前的人 因為我覺得 成熟的人 承受的心理壓力 從頭到尾 整班最好朋友 你已經是 上了岸也好 阿蘇也好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你當初會不會覺得 我自己一個人很辛苦 那班戰友 有時一些 不懂的事情 溫習不明白的事情 完全是心灰熱冷 你說未必有 但有些困難上的事情 你會怎樣去面對和克服 有時很大壓力 可能會找朋友聊天 因為我的朋友 其實都挺好的 他們都有鼓勵我 是否有些都入了大學 應該是 大部份都入了 於是你就找他們聊天 減一下 明白 所以這會會不會 善他 對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